那我们怎么去前面 那个怎么去解那个目标函数是convex呢 我们利用convexity的这个特性 这个作者提出一个叫cutting plane 切平面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呢是你前面的回归的 这个loss function 损失函数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看到 有没有看到 基本上呢他这个已经把他这个经过了这个 性应代数转换变成这个样子 Apple里面有讲怎么转化成这个样子 好那因为这个本身呢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本身呢是一个这个 这个镇定的这个矩阵 那这个y呢 y呢是一个什么 y呢是他的资料量 然后因为c呢是怎么样呢 是一个to函数 所以呢怎么办 我们利用to函数的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就是这个呢是一个上奥函数 我们就找一个切线 切线 然后找一个切线 那各位同学可以特别注意到 我们现在这个的变数呢是一个变数 那如果你很多变数的时候呢 就叫切平面 所以呢利用他的这个 conversity的概念 我们可以加上了所谓的Cutting Plan 这个呢是你 st是你所在的值 然后这个是你的这个t度 也就是当你的变数有两个变数以上的话 就是对于每一个变数都偏微 然后转置之后乘上这个向量 所以s呢是一个变数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呢这个切下去之后呢 这个曲线上一点 就会大于直线上的一个点 他的几何解释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这篇论文呢 应用了1986年 这两位另外两位研究者的结果 叫外部逼近函数 它的概念就是说呢 我们呢找右边这个 我们找这个切平面 切平面 切平面 然后一直去逼近呢 这个什么 曲线 所以呢 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回归的损失函数呢 我们可以找到地真的 较好的近似函数 所以这个呢 是针对每一个i 然后找到最大 然后把它定义成 另外一个新的函数 所以这个函数呢 是会越来越好 基本上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你的输入跟输出 你的输入就是x跟y 这个是你的监督式学习 然后我们k呢 是属于1跟p之间的一个整数 然后我们的输出呢 就要找到一个向量 稀疏的这个什么 稀疏的这个向量 然后呢 这个w0呢 是你的权 这个权重 就regulization 应该讲regulization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叫warm star 就是你随区选一个 然后呢 初时呢 这个tau1呢 是0 然后t等于1 然后呢 这个是你的cost function 也就是你把这个 一开始等于1嘛 所以把se带进去 带进c里面 所以呢 只要你的这个 这个tau1呢 是小于它的时候 这个for loop 就一直做 那什么时候 这个fire loop 应该是fire loop fire loop 会结束 就是当它大或等1的时候 我刚刚确认一下这个叫eta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找到这个eta 属于实数 这个正就是正实数的意思 然后s呢 是在一样 这个是01的向量里面 然后使得eta呢 会刚好大或等于 这个 不等式 然后 这个符号的意思是 argument 找到 使它这个东西最小的 这个s跟eta 所在的那个s跟eta 所以你找到的s跟eta 使得这个东西最小 然后满足它 然后把它令它为下一个地回 然后t加1 然后呢 eta2 如果1 现在是1嘛 现在变2嘛 如果eta2 小或等于s c在s2的这个值 那我们就继续做 如果大或等于 这个回线就跳出来 那如果回线跳出来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最后 你得到st呢 令为最佳的 然后呢 他这个w呢 就把这个值算进去 令它为它 所以你就回传 这个东西 那这个演算法呢 Cutting plane呢 这个有证明 他跟你讲说呢 很重要的 他呢 在一个有限的数目里面 可以找得到 会终止 然后呢 会回传 刚刚好 你的稀疏回归问题 也就是说呢 你k 它会找到刚刚好的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是一个 近似的一个过程 好 这边跟你讲说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时间复杂度 好 这个呢 这个呢 是这个cost function 如果你用 直接去算它的 所谓的这个 反矩阵的时候 你呢 需要的复杂度呢 是n三方 n呢 是你的样本数 浮点应酸 那各位注意到 我们现在n要解决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呢 速度就是慢 好 所以在那篇论文里面呢 这个 这两位作者呢 又提出另外一个 更快的方法 k呢 是你的特征 所以各位想看 如果n是1万 这个是1万的三次方 但是k如果是10 这个要变成10乘量1万 所以这个速度呢 会快很多 所以呢 各位呢 可以实现这个演算法 给你x跟y 然后这个s是这个 然后这个γ 这个数字 这个是你的输入 那你的输出呢 就是你的c 跟它的t度 所以这个演算法更方便 你看 首先初十呢 就把这个东西算出来 然后带进去变α 然后算c 然后针对每一个for looper j 在你的特征里面 然后计算呢 它的t度 那算出来呢 就会是你的答案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一个呢 速度快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实现演算法 可以利用这个演算法 就写个for looper而已 答案就出来了 鞋